项目编号 SCP-031爱为合物 项目等级 Safe 课书收容措施 SCP-031应收容于位于SITE-177的Safe 及SCP侧楼的标准类人对象收容是 与SCP-031互动的人员不得直接观测它 并应通过安装在每间房间中的内部通话系统与实验者交流 收容是因由监护员工每周打扫一次 打扫员工取代遮光顾目净以削弱SCP-031的影响 描述 SCP-031是一个无定型生物 重75千克 SCP-031能以每小时3000米的速度移动 移动时产生一条游记 对象仅能进行基本的移动 对回收到的组织样品的测试显示 是SCP-031成分中至少有人类的肌肉和表皮组织 SCP-031能够模仿任何音高和语气的人类话语 但目前不清楚SCP-031在生物学上如何发生 直接观察 SCP-031的对象会是其为自己认识并且曾经爱慕过的一个人 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后 SCP-031将自称是前文所述之人且由于过去的某个世界而一皮如洗 SCP-031会以此事试图说服对象允许他在身边待上较长的一段时间 直到他的生活能够安定下来 该效应对所有看见SCP-031的人有效 且研究尚未找到同时受SCP-031影响人数的上限 在观察住所后 SCP-031将尝试与对象开始一段恋爱关系 如果这段关系成功建立 SCP-031将在对象加注下 及其SCP-031开始积极的同时影响多个对象的视力已被记录 最后形成一个包含至少18个不同酒店房间的潮 这些房间内包括了与SCP-031具有某种关系的不同对象 SCP-031是在已编辑的骚动后 由于警察收到的口供自相矛盾而被发现并收容的 多名对象汇报了关于SCP-031外貌的相差甚远的看法 开始的平民单位也遭到影响 不过 记忆消除剂和吸入是镇静剂的大范围使用 以让所有受影响对象平静下来 之后 MTF机动特遣队 PSI-7从SCP-031所居住的酒店中将其成功收容 自1958年11月16号起 SCP-031被分级为Safe 附录 研究发现身为无恋者的对象不受SCP-031影响 然而 所有这类对象均称SCP-031是一个娇小丰满的人形 外貌被SCP-031的体内溢散的黑烟所掩盖 需后续测试以解释此现象 进一步测试显示对象的感知所受之影响 类似于SCP-1937所造成的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31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拜拜